刚刚我们看了中药达人教我们进补与养生秘方 不过俗话说的好 药补不如食补 平日的餐饮如果能够更加的注重食材 才是养生之道 台湾有一位美食家叫做徐仲 他拥有一大利慢食硕士的头衔 他不只介绍好吃的食物 还会深入每个产地探索食材的起源 甚至还会举办所谓的老外慢食团 来到台湾寻找台湾味 徐仲说 美食是台湾很有竞争力的强项 而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台湾的饮食文化当中 在华人占有一席之地 因为我们压是让那个压的表皮 就是跟锅子紧贴 然后这样用火 还有一点油下去煎的话 它皮的那个水分会避出 然后会比较酥脆 意大利菜大厨Jason 锅子里煎的是前一天经过低温油炸的油风鸭腿 起锅之后再烤个五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很软的 就是一拨就开了 然后像我们现在拨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做杂拉 拌上生菜色香味俱全的田园 马莎瑞拉启示沙拉上桌 谢谢 大厨亲自上菜 因为今天的客人是飘嘴的好朋友 美食家徐仲 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说 我觉得它肉质是算比较细致的 然后比较不会有一般我们本地产鸭肉新三味 然后虽然它没有像那种欧洲那种鸭肉的那种野味 可是我是感觉说 因为其实它如果真的野味那种味道太重 我们台湾人不见得能够接受 好朋友新店开幕 徐仲特地来拜访 顺道看看厨艺有没有进步 我常跟厨师在聊天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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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又离是什么 骗吃骗喝 如果你这样搭配的话 你可以给它怎么样的评价分数 在讲分数之前先秀一个手势 在意大利我们会这样做 一根手指头 就这样吗 这是好吃的意思 非常懂 真的很好吃 好厨师有好味道 Jason的手艺没话说 但徐仲知道好吃的秘诀还有食材怎样 他要追本溯源探访美食的源头 网路上那时候是完全找不到他的讯息 我还要透过厨师要他的电话 才能找得到他 车子飞奔在北宜高 要到宜兰寻找台湾鸭王 对 我忘了怎么走 你现在我们已经到金梅这边了 是不是你人在哪里 两三年前发现几乎全台湾高级餐厅用的鸭肉 都是来自宜兰某个养殖场 徐仲就迫不及待前往寻宝 今天则是第二次造访 这边不是你的吧 是啊 是我 这边也是你的 脖子上黄黄的那个是代表还没有完全换毛 放眼望去位在三星的养鸭场一片雪白 三万只樱桃鸭构成一幅壮观的场面 每一只鸭子羽毛洁白丰厚 体型硕大漂亮 除了品种优良 更有天时和地利 那这边水是哪里的水 是那个三星上游 三星那个上游的那个 钻山泉水 这边叫泳泉 泳泉吗 对 泳泉 喝的是南洋溪上游的清澈泉水 吸的是山脚边的新鲜空气 英国来的樱桃鸭 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在宜兰悠游自在 你问我说是不是养鸭子 我说第一点气候适合 第二点你生长环境还不错 那不要说鸭子的人都喜欢了 鸭鸭这边是有一点角度的 有一点角度是宫的是不是 对 纳木的话就是整个 圆形 比较圆形 但不代表它比较小 第二代的年轻养鸭人林和叶 台大食科所毕业 接下父母的养鸭事业 淘汰传统混种养殖方式 坚持单一品种和品质 把原本快要收摊的赔钱货 变成了餐饮界知名的鸭王之王 现在养鸭厂常常有厂商和客户 前来参观 在他之前其实基本上没有人 没有什么人会想来参观 参观只是想来看看鸭子 快乐一下而已 那纯粹以他的观点 以美食观点来的 他应该算第一个吧 林老板说徐仲不只是走马看鸭 从饲料 土质 水质到天气 徐仲都问得一清二楚 绝不马虎 消费者末端 感受到他们的报导之后 去关注这一点 那很显然食材的业者就 比较容易 已经这样做到比较容易受到支持 那没有这么多人也比较容易去做这一块 去关注他的品质 跟多数的美食家不一样 徐仲对食材很投入 说他是台湾的食材达人 一点也不为过 部落格里全是他亲自到台湾各地 寻找食材的经历 路上走的 水里游的 树上长的 土里生的 天然的 加工的 只要是进得了厨房的 他都要送进嘴里尝一尝 都要到产地去瞧一瞧 最近在研究的就是台湾本地的酱油 看我这边 看我这边 不要让它凑在你鼻子前面闻太久 很优雅地慢慢地画过去就好 不要把鼻子放在前面太久 九月中举办的酱油品尝会 是徐仲不定期的食材品尝系列活动之一 听到徐仲要办品尝会 爱吃又好学的老涛们赶着来上课 这一次我学乖了 真的丹一下就好 上次真的喝了很多 因为你觉得没有到那个 一定的份量的话 那个喉韵的口感出不来 你懂我意思 它量太少的时候 到了喉咙的时候 觉得被稀释掉 所以我上次喝了很多 品评表上呢 麻烦各位只要填写 下面下半部的这个色泽香气口味 预料之外 因为觉得喝酱油应该没人有兴趣吧 没想到这么多人会有兴趣 因为我只是自己想知道 所以我去盼拜访 品尝会上徐仲分享自己到全台湾各个酱油工厂的采集心得 并且邀请生产者到现场 讲解产品故事和由来 听他上课后才知道 原来酱油看起来一样欧嗖嗖 味道和原料却差很大 一般人眼中的料理配角 在徐仲眼里可是争取台湾饮食文化地位的重要主角 于是从食材里寻找台湾的机会是他最大的期待 如果说地中海是橄榄油的料理 它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代表元素的话 我觉得亚洲料理就是酱油 越来越多人学中文 会不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学中餐 像各位看到这个是一群老外在煮中餐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当他们选择中餐料理的时候 他们用酱油会用哪一个国家 会用日本的 中国的 台湾的 还是哪一个国家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来迫切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个徐仲对食材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现在华人世界之光 没有人像他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进步比较快一点 所以注意到这个区块 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都还没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区块尤其是有帮助于台湾的产业的升级 这个太重要了 大学读的是食品营养 毕业后在杂志上写美食专栏小有名气 六年三班年纪轻轻成为美食家 居中说会走进美食的领域 完全是因为爱吃 蛤 因为我会的时候会都是去吃的 不吃东西要干嘛 你这问题才好玩吧 因为会不吃东西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比如说呢 比如说看电影啊 多无趣啊 只有那么多时间 那 我已经四五年没走进电影院了吧 散步聊天啊 散步聊天 也是聊去哪里吃吧 不过单纯的美食家显然无法满足徐仲 了解食物背后的科学逻辑和文化差异 才是比口腹乐趣更大的享受 于是他到了意大利的美食科技大学进修取经 成为台湾屈指可数的慢食硕士 缺的不是去认识意大利饮食文化 而是我不了解什么是台湾的饮食文化 那我就想 如果对方可以有系统性的来教导人家认识 意大利的饮食文化 我能不能去学习这个系统 然后以后来教导外国人认识 什么是台湾的饮食文化 回台湾后全台湾跑透透 研究在地食材还办了台湾慢食团 带着阿兜仔用嘴巴认识台湾 吃是认识这片土地很好的方式 工作室里一整面橱柜 全是徐仲到处收集的酱油豆腐乳 宛如一个小杂货铺 比如说我们做过酱油啊 做过菜脯啊 其实做过好多演 对啊 那以豆腐乳来讲你就可以发觉 什么是外省挂的豆腐乳 什么是本省挂的豆腐乳 宜兰那边的豆腐乳又完全不一样 它没有加黄豆九米 所以你一看说你是哪里的人 就光是从你吃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大概就可以知道你是哪里的人 喜欢哪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正常台湾口味 所以外省口味 这是徐仲研究出来的食物密码 也是感受生活的捷径之一 最食材的重点是你想了解 你想透过食物来认识这片土地 所以你会去时间到 你打电话给丰隆说 今年的野浆花 浦浆花蜜你有没有拿到 有啊 跟去年比起来怎样 你会问这些问题就是在于 你了解食材是生命 那每年是应该不一样 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 它不是电视 它不是这种工业化产品 所以它会变化的 透过这个变化你可以了解 这块土地的变化 徐仲认为食物反映的是 一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 而他最想要了解的 当然是从小生长的故乡 于是写部落格介绍在地食材 办食物品尝会 帮助小农推广好的产品 出书介绍意大利人 对食物的专注 对土地的用心 希望台湾也有同样的热情 他出钱出力耗费心思 外人难以理解 但徐仲乐此不疲 希望能够增加台湾餐饮的 国际人建度 希望能够提高利用我们的食材 能够以台湾饮食文化树立之后 能够多赚一些外汇 希望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 能够让后代的子孙了解 什么是台湾的饮食文化 我们可以跟所谓的中华饮食文化 做一个好好的区隔 吃在台湾 还把台湾吃在嘴里 徐仲吃出名堂 要继续穿梭 从产地到餐桌 发扬台湾软实力